好 我们不会勉强你 我们也会尊重你的个人意愿 但是 我有个个人的请求 你能不能跟我去一个地方看看 好 黄队 我看还挺合身的好 请问 你不会让我给你去抓毒贩吧 我怕毒贩抓你 上车 去 好 没来过事吧 好 阿姨 你能带我一起进去吗 小朋友 你来看谁啊 我妈妈 你妈妈叫什么 我妈妈叫张阿姨 行 叔叔带你进去看他 我妈妈 你 我妈妈 你怎么来了 谁带你来的 我妈妈 我好想你 我一直在找你 带你电话又关机 帮你不要我了 你怎么知道 爸妈在这儿啊 昨天听舅舅他们在找你 说你被关到爸爸以前过的地方 我要舅舅带我来看你 舅舅说没时间我就一个人坐车来了 什么你自己一个人来的 你要是丢了可怎么办呀你 妈妈 别担心 别担心 以前你带我来这里干过爸爸的 我还记得 我都坐进去 孩子爸爸在我们这儿 进进出出好几回了 去年十月份出去 不到一个月就过两死了 孩子妈妈之前已经戒断了 孩子爸爸死后就又复习了 昨天还闹自杀 估计也是对自己失望了吧 这难道就戒不掉了吗 也有成功的例子 不过这需要你的意志力特别坚强 在我看来 这冰毒啊比海洛因还要害人 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损伤 可是对中枢神经的损伤 是不可逆转的 息个两三年基本上就精神分裂了 现在精神病院里太多这样的人了 就算是再放到社会上也是费人一个了 这毒品毁的往往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家人呢 我在这儿工作了十五年 见过了太多妻离子散 家会人亡了 刚才那个坐在窗户底下那个 漂亮女孩看见了吧 嗯 学舞蹈的 本来可以站上大舞台的 放假回家见朋友夕好奇就尝了一口 结果一般不可收拾 她妈妈为了帮她戒毒 都把她送到北京了 结果她妈前脚走她后脚就溜回家了 藏到独友家里 见她妈妈来找啊 还把门反锁起来 当时就稀释过量晕死了 幸亏她妈 拼了命地把门砸开救她出来 结果在去医院的路上出了车祸 后来她是活了 她妈妈却因为抢救无效 死了 那她妈妈都死了 她还不肯戒毒 还要再吸啊 当时是下决心借来着 可是她周围所有的人 都说她害死了她妈妈 远离她 怨恨她 很容易就复习了 她肯定是觉得 人生都没有希望了吧 其实我们戒毒工作啊 就是在做亡羊补牢 有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呀 结果却只是事倍功半 要想从根源上 遏制毒品的危害 还得靠黄队你们 只要你多抓住一个毒贩 就能挽救成百上千个家庭啊 咱们共同努力 今天带你去那儿 就是让你看看 毒品有多害人 生我女儿那年 我干了嫉妒警 到今天呀 二十多年了 见得太多了 警官 警官 我想好我 我去 希望你不是一时的冲动 其实你不帮我们 我们也不会怪你的 我不是一时冲动 我只是一想到 那个小女孩的眼神 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多抓住一个毒贩 就能拯救成千上百个家庭 所以我帮这个忙 走 走 远哥 逗逗姐回来了 走 上哪儿去了 你凶什么凶 凭什么囚禁我呀 我有人身自由 我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来 我跟你上哪儿去了 我想回去 我想回北京 这样你满意了吗 那为什么要回来 你以为我想走就能走得了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而且你是不是忘了 拜你所赐 我现在可是上过电视的大名人了 走在大街上谁都认识我 万一人家报警了怎么办 快来看看 快来看看 这儿有个通缉犯 不是啊 是你自己要跑的 对啊 你怎么能让我自己跑了呢 你不是负责看着我的吗 你就在这儿等着 等着我自己回来啊 他不是看着我的吗 是不是 好啊 那你跑了 你怎么不跟警察 顺便说个清白啊 你该被警察派回来搞我们的吧 答对了 我就是警察派来搞你们的 警察现在就在门口 你去看看 那 你怎么能让我自己跑 你不是负责看着我的吗 哦 黄队 调试好了 新号没问题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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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弄得装备白带了 什么都看不见 回来就好 饿了吗 饿了吗 别不说话 我说过 我一定会还你清白 你当然要还我清白 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我就是不想这么不黑不白地去逃跑啊 好 说吧 什么时候呀 二十七号以后 那就是明天一过二十八号一大早对吧 是 绝不食言 绝不食言 好 我知道 看看我看电视 好